Hello 大家好 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注水机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我们这个注水机呢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主机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些配件 那么这是两根标准的机用针 机用注水针 这个标准机用这种针 然后它的注水手柄 它的水吸头就是放在头里面吸水 这是它的一个穿式插头 就是插盐水平常用的 这是它的一个电动的一个脚踏控制开关 以及它的电源线 然后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 它安装的一个使用方法 以及它的一个软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讲解一下我们的注水针 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注水针的一个特点 我们注水针是机用和裸口 它是手动 两种都可以用 下面我们来讲解机器 我们这个是水吸头 它又叫水陀螺 它就是利用它自身的重量 存在水里面的 我们为了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水吸头的一个使用方法 这是我们标准的一根注水扇管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将我们的水吸头 套在我们的注水扇管上面拧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拧紧以后 我们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软管的中间部分 中间部位 拍机器 软管的中间部位 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机器上面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机器的一个细节 我们机器呢 这是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涡轮的一个棒头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 软管安装的一个开关法 我们看一下 好 这是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控制开关 这是控制它的一个模式开关 就是我们如果想 它让它 我们的机器是双手模式 第一种是自动模式 它就会一直在那边注水 还有一种是脚踏控制模式 就通过脚踏板 你脚踩一下 它就开始注水 脚松掉它就停下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切换 比如说我们现在切换的是自动模式 它就一直是自动 切换到脚踏模式 它就会形成脚踏 你踩一下它在动 不踩它就不会注水的 我们等一下会给你讲 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个细节 这是它的一个左转和右转 比如说我现在拨到左转 它就是机器 就是开始左方向转 通过左方向吸水 如果右转 它就通过右方向吸水 就好像汽车的前进档和倒档一样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这个旋钮呢 就是它的一个功率的旋钮 它的马达功率的一个旋钮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为大家讲解细节 好 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这个 机器的一个 电源以及它脚踏开关的一个 安装的一个 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拍下它的后端 它的后端的后端的一个脚踏开关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种三向三口的 我们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在那个脚踏开关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它像电脑的一个 那个显示器的连接上一样 看到没有 我们一定要把针孔 它是梯形的针孔 我们把梯形的针孔 把它对好 对好 一定要对好 不能用力的就那个 对好就可以 然后用螺丝刀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的一个 模式开关 处于一个叫脚踏控制模式 所以说机器没有转 好 踩一下它就开始转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是右转的 我们现在是右转的模式 我们把它打到左转的模式 看一下 看到它的涡轮 就是往左转 我往右 它就往右 现在处于一个脚踏的模式 大家看到没有 这能不能拍到 它现在是在脚踏的模式上面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高速选 我们最高可以达到脚踏 每通通400转 看了一下 高转速 其实我们正常出水 我们记住 一定要达到200的 200的一个功率就可以了 200的一个功率就可以了 200多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软管的一个安装 我们再看一下 迷远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的设备 已经开始通电了 我们软管的另外一头 我们接上去我们的注水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它拧紧 拧紧 我们记住这一头 我们把它套在我们的注水 注水手柄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定要记得用力 用力把它套老一点 防止脱落 用力 好 泡好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 我们的水溪头 看得到吗 我们的水溪头 连接软管 软管连接设备 设备连接软管 这头软管它连接针 它又安装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用 我面前的清水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注水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是 模式是 右端的一个模式 好 我们把它打成自动的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开始注水了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注水的一个 功率是非常高的 看来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一个功率是 280 我们的调快 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非常快的 其实我们记住 你不需要看高的功率 我们正常在200度 就差不多了 你自己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 好 把它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 拨到脚踏的模式 我们再看一下 好 你高一点 我们现在脚踏的模式 然后踩一下 踩一下 踩一下就看得出水 可能拍得到了 踩一下就看得出水 这就是我们脚踏骨 宽能自动的模式 大家看一下 一直在一直在注水 我们把功率调高 看到没有 它非常非常的快 高功率的状态下 我们的手柄软管也是 纹丝不动 它是不会有任何的泄露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在高速注水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软管 我们的针 我们的手柄 它连接处是非常的 吻合 不会有任何的泄露 这是我们 专业机用针的一个 一个效果 如果换成手动的 如果换成那种裸口的针 它可能会漏水 也可能会冲动 我们把它停掉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注水机的一个 安装使用 以及它们的一个方法 我们后续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情况也可以 和我们及时的去拨通通想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OK 好